以我所知,我一出場的時候,在第二集的時候,泰文是叫Dum Lut的 Dum Lut,這個是泰文來的 至於為什麼他們說了馬打呢?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們都是依照劇本來講 因為他們第一,不想用泰文來講 因為要講很多關於警察的事情 如果你說用警察就很時裝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他們就轉了一個,都是東南亞的一個稱呼 就叫做馬打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又不可以說是一個求奇的 我相信他們一定是做過一些research 可能會覺得又想不到,又不可以自創一個 那不如用一個東南亞用開的一個名稱去稱呼警察 就是這樣,因為有些馬來西亞的粉絲都有問我的 我們拍的時候,其實我開始也沒有深究過 因為劇本,通常都是他們叫我 就是我很少說的,最主要是 所以出道街,很多人都會說 我相信這個一定是一些原因在裡面 強暴的,直接說到如果陳生聰不來教我 就會搞我兩個哥哥 然後有些人說要戲劇 如果我被人強暴 是呀,他們說年紀,如果你不夠我 你不夠金福妹,我會打爆你 就在留言裡 其實很開心的,證明他們很投入 正在追劇情 因為這個戲,除了打之外 都有很多很複雜的劇情在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人物 總之我吃一些毒品,半夜喝水 這次就是另外一樣東西,打毒針 那你說強暴好像又沒有什麼 真是多種強暴 沒有什麼是那種強暴 我的樣子很欺負 我覺得其實是因為這條線 我現在需要有一些 有一些慘情的位置 才會衍生到我和山聰的感情 我和他才會發生一些事情 要在我遇到低潮的時候 連激走出來 才會有一些事情 才可以在一起 這次拍完有沒有怕這些戲 怕了拍這些戲 怕強暴的戲 拍了整晚,又累了 要怕都怕拍打氣 打了整套 對